戴着乌克兰国旗颜色的条纹领带 与乌国总统泽伦斯基攀谈战争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日 突袭式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创下战争以来一大历史性里程碑 其实拜登并不是第一个到访战区的美国总统 前总统布希欧巴马都曾经秘密前往伊拉克阿富汗访问 不过拜登此行却是有时以来首次 美国总统到访没有美军驻扎的战区 所以这趟旅程事前极度保密 就是怕走漏风声危及总统性命安全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为了不让外界怀疑拜登是否会在这趟东欧行 旋风访问乌克兰 白宫当地时间18日晚间还放烟幕弹 预告拜登19日早上在华府有行程 但其实当天凌晨 拜登早已搭上空军一号 飞越大半个地球先降落波兰 再改搭10个小时的长途火车 直达基辅 尽管车程对高龄80岁的拜登来说相当辛苦 但他一到基辅依然神采奕奕 跟拜登同行的除了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和几位白宫幕僚之外 只有少数几位记者获准随行采访 他们行前手机全被没收 还必须发誓全程保密 直到拜登抵达乌克兰才能发布新闻稿 随行的苏利文向媒体透露 拜登此趟访问 花费好几个月的精心策划 涉及白宫 国安会 国防部 特勤局 还有情报单位等部门 当中也只有极少数官员参与讨论 虽然白宫幕僚曾因为安全问题多次劝阻拜登访屋 但拜登却坚持要在乌俄战争满周年前夕 亲自到访 展现美国对乌国人民的权力支持 而为了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美方在拜登出发前几小时 已经事先知会恶果 短短五小时的历史性访屋结束后 拜登已经搭乘火车到波兰南部城镇普舍米斯 在转大空军一号抵达首都华沙 环宇新闻谢荣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